骑着脚踏车迎风吹拂 静享田园景致 这样的休闲风气在台湾各地兴起 而最早设立休闲农业区的宜兰县 以低碳旅游作为号召 希望来乡下游玩的旅客 以无烟交通作为代步工具 因此民间人士吴亦德 发起自行车低碳旅游的行动 组织专业的自行车队 整合十多条休闲农业区低碳观光路线 让自行车成为城市的名片 那宜兰十二乡镇 规划十二条的自行车步道 然后串联起来有两百多公里 然后宜兰还有七千家的民宿 还有十四个休闲农场 所以这个生活方式跟体验 结合自行车的活动 我当初的动机就想到 把它移植到平潭 吴亦德倡议的自行车低碳休闲旅游 不只带给旅客体验价值 更规划将宜兰绵密的休闲农业区 作为自行车与电动车的接驳站 让经常打塞车的雪山隧道 借由大众运输工具和低碳交通 减少外来车辆 造成农村承受污染的压力 并且让享受低碳旅游的旅客 更能够对土地做出贡献 有意健康的运动 而且是一个兴趣 当你有兴趣的活动 你在进行的时候 你就是不会觉得它辛苦 因为它这中间的过程 就是你的一种经验 一种利益 为了凝聚更具体的自行车城市印象 吴亦德发起成立的 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 一方面举办两岸自行车赛事 一方面搭配专业的领骑 带领游客骑单车到乡下游玩 创造休闲产业的能见度 提升自行车从运动到休闲 从休闲到家会地方产业的价值 一方面搭配专业的领域